偶道记在天道的传道历程中,宗教信徒一直是最难度的一部分。 香港有一位战性道卿,对道时分虔诚,一家大小都是道卿,唯独无法度他的哥哥求道。 因为他的哥哥是毛山道的传奇人,他的哥哥学道术已经到了可以知道过去其未来发生的事, 且用符碎其眼后可以看到灵界鬼神,可以直接与鬼神交谈。 因此任他弟弟说破三寸不烂之蛇,也说不动他来求道。 因为道是无情无相,没有有相的法术可以折扶他。 有一天战成天因为要抄拔父亲,于是告诉他哥哥战成庚,你不信道没有关系,但是今天要抄拔爸爸,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来。 千辛万苦地把他哥哥哥拉到佛堂,原本希望他顺便求道,但他哥哥死也不肯。 没求道不能进佛堂,只好让他坐在佛堂外的院子里。 庄严肃穆的超拔仪式开始了,战成天前城地顶着他父亲的名牵跪在佛前,心想终于能为父亲静点笑道。 遍传师呼仙时,在佛堂外门口处的支里,也呼叫他父亲的名字。 这仪式叫呼仙,是呼叫王陵进佛堂一寿明师一旨的仪式。 这时站在佛堂外面的站,长更亲眼看到他父亲身着乌汇破烂的衣服。 满面鲜血灵里地走过来。 他依时兴奋拉着他父亲的手指叫爸爸,爸爸然他父亲礼也不礼, 甚至不看他一眼,把他的手甩开就走进佛堂。 他父亲是在共党占据大陆以后,被共产党活活打死的。 他还记得他父亲临终便是这个魔养。 经过了那么久,一点都没有改变。 不一会儿抄拔疑是结束了。 他又看到他父亲走了出来, 但却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。 脸上的血肌不知怎么也不见了。 全身散发出一种何序的光滑。 他又上前去换他父亲,他父亲不理会,他又拉住父亲的手, 父亲还是把他甩开,而跟着一位面容圣洁慈祥的天人腾空而上。 不久就消失无踪了。 原来王陵德道后,便有先佛来接引之回离天。 这位毛山道士,在亲眼目睹了父亲王陵德道历程。 不得不相信天道,虽没有神通法术,但却是能超生了死。 于是急急忙忙地冲进佛堂我,要求到我现在要求到每个人都以为, 他在开玩笑刚才劝你老半天口都说干了。 说什么你也不求,怎么现在突然要求了。 于是他将超拔时他在佛堂外所见到的一切从头说起, 他们才相信他真的要求到了。 战成天心中激动不易, 一方面惊喜他不轻易超生了死。 另一方面他哥哥终于又求到了。 殿传师随即为这位毛山道士准备办到, 他终于跪在弥勒祖师面前, 步入弥勒慈悲的大门。 而当点传师传三宝时, 他竟然看到观音菩萨现身, 借着点传师的肉身来点道, 他惊奇的目瞪口呆, 突然说瞪一下。 他们以为他又反悔不求了, 没想到他说这么好的道, 我要把全家都带来一起求。 于是他立刻赞回家, 把全家大小都带到佛堂来一起求了这个珍贵的大道。 求到以后, 他深刻体认到道术, 虽然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, 可以做别人做不到的, 但却不能超生了死, 学了一身道术而脱不了轮回。 学得再多再经都没有用, 所以不久, 把他的徒字喜孙们都带到佛堂一起求道。 从此迷了门下又多了一匹生力军资料来源。 https colon slash slash www.facebook.com slash permalink.phpstory underscore bid equals 433,827,780,129,295, and it equals 100,005,062,308,700.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